Bruce把人们的愿望变成文件夹 然后又变成便利帖 拥有上帝神力的他 决定帮助所有人完成心愿 于是他又把愿望导入电脑 喝下一杯咖啡后便开始了工作 他看都不看 直接全部同意了人们的愿望 可是刚处理完一批后 又出来了一批新的愿望 这下他彻底崩溃 接着他又全部选中 然后统一同意了所有人的愿望 于是就出现了股票上涨 成千上万的人中了彩票 有人突然涨高了 有人只吃饼干就瘦了三十斤 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Bruce 还在派对上尽情玩乐 由于Bruce滥用神力 没多久整个国家都陷入一片混乱 城市大规模停电 这让人们以为是世界末日即将来临 市民们集体躁动 他们在街上大肆抢夺 疯狂地破坏所有的建筑物 这一切都已经超出Bruce的控制 男人爬上楼梯 没发现梯子开始锻炼 当男人察觉到不对劲时 已经来不及了 他重重地摔倒在地 就在这时 同伴也赶了过来 他们准备走楼梯上去 有了之前的经验 男人担心还会有机关 于是他故意制造声音 假装上楼 引诱楼上的Kevin扔出了油气筒 两个男人成功躲避 奸计得逞的两人 开心不如 接着同伴也顾忌重施 成功骗Kevin扔出了第二个油气筒 他们以为自己识破了Kevin的计划 两人正要往上冲 没想到Kevin还有后招 就在两人还没反应过来时 Kevin又趁机放出下一个陷阱 这时Kevin趁机顺着绳子爬了下去 等两人追上来时 Kevin在楼下发出声音引诱他们 于是他们顺着Kevin留下的绳子 往下爬 就在这时Kevin点燃了涂了汽油的绳子 一个箱子从天而降 砸中了小狗 男人被眼前的场景惊呆 他冲上前握住小狗的手 让他用嘴呼吸 然后用力推着箱子 却怎么也推不开 好在朋友及时赶到 两人合力搬开箱子 然而小狗却被压成了肩底 男人不愿接受这个事实 他试着给小狗做人工呼吸 又找来打气筒给小狗冲起 在他的不断努力下 小狗终于膨胀起来 结果气太阻 小狗变成气球飘走了 最终小狗还是离开了他 他给小狗举办了一场葬礼 他忍不住嚎啕大哭 认为是自己害死了小狗 接着又跳进土里 把自己埋起来 想跟着狗狗一起离开 这天晚上 男人听见屋外传来声响 下楼一看 只见一个箱子放在客厅 男人举着棒球棍慢慢靠近 突然箱子动了 他举起棒球棍 一顿狂揍 接着又拿出刀插了进去 最后又补了两枪 这时 妻子被枪声吸引过来 连忙解释 这是他为男人买的新小狗 于是 男人又陷入了自责